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钟 我是大酸梅 我是啪啪熊 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家今天当犯人了吗 大酸梅我知道哪里可以买呀 要买谁 买 买啪啪熊呀 嗯很好 买掉你 耶 不知道各位听友 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的开头很奇怪呢 真的很奇怪 因为又有一只很奇怪的啪啪熊在这里 对不对 嗨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会在 这个固定的节目以外 另外再开这一个 跟推理作品相关的系列 主要是来自于 我跟啪啪熊都非常喜爱 跟推理悬疑犯罪相关的作品 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些 电影影集 漫画小说之类的 所以希望可以来另外开一个系列 来做一些推广或者是讨论 因此我们就开了这个系列 所以我们以后的这一系列的开头 就会用这样的开头 那我们至于知道谁可以买这个 也是从我们身边的某一个人得来的梗 希望他有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会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开心 谢谢你 这样会不会很坏 很坏 那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是一部漫画作品 今天要推荐的这部作品叫做 《惊天一少年之事件簿》的外传 《犯人们之事件簿》 严格说起来它算是推理漫画吗 其实不是 对它应该只是个搞笑漫画 但是我们就是非常想要推荐它 尤其是我超爱它的 对我们之前有在自我介绍里面 有提到这部作品 我们前面就有说 它是《惊天一少年之事件簿》 这部算是推理漫画的一个 带起了一个推理漫画风潮的 算是第一部作品 它从1992年就开始连载 最后兴起了柯南的连载 那到最后现在它是已算是 比较短篇短篇的形式 还有继续出 对我觉得就算没有看过《惊天一》 也听过《惊天一》这部漫画 它是一个蛮有名的漫画 就是推理漫画 但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 其实是官方的外传 但是它没有再解谜这件事情 它是从犯人们的角度来看 然后就变得非常的爆笑 这部作品主要是从 《惊天一》事件部里面的每一个剧情 每一个案件 然后转换视角 对 转换视角 然后去讲说犯人在做出这个犯罪的时候 他们花费了多大的精力 还有牺牲了多少的青春和岁月 还有汗水 真的超级好笑的 真的 虽然说它这部作品 其实如果你没有看过《惊天一》 你也可以享受这部的乐趣 但是我们还是会非常推荐 你看过作品本传 就最主要是本传 27集的本传的时候 然后再来看这部作品 你会发现说 原来《惊天一》在旁边 很轻松的把事情推理出来的时候 一个犯人要做出多少的努力 才有办法完成这个轨迹 对 我对《惊天一》的印象就是 它是那种就是非常 它的案件都非常的沉重 就相对于柯南来说 柯南可能就是会处于一种 比较就是轻松一点的推理 但是《惊天一》的每一个案件 都死非常多人 然后非常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深沉 邪海深仇 然后非常可怕 就是在我小时候的印象 它是一部非常可怕的推理漫画 然后配饭吃 对 会配饭吃 就是配动画这样 《惊天一》的故事 其实以它的案件背后的 很多社会案件 或者是凶手的那一种恨 还有那一种 小时候受到的那一种伤痛 就是算是比较有名 那柯南我们就会说 我们就会说他是那种 我们说鼻屎般的动机 汪洋般的杀意 有时候看完柯南就会说 嗯 你这样就会想杀人吗 当然柯南还是有很多好看的 好看的案件 但是我们会觉得 《惊天一》的里面的案件 大部分都是让你会觉得说 啊凶手 为什么凶手最后会决定想杀人 就是会做到这种地步 就是稍微你会比较感同身受一点 这样子 好像拉到比较严格的地方了 那我们就再拉回来 犯人们之事件簿 它其实就是变成说 转换一个视角 就是从犯人们的角度 然后来看整个案件 以及犯人他如何细 他会细细的铺陈这些犯人 是怎么样去执行这些计谋 然后以犯人们的角度来看 《惊天一》真的好可怕 对 《惊天一》 就会觉得说 《惊天一》为什么你又要出现 然后来就是要来牺牲 这个凶手这么大的努力 真的就是我们觉得 非常的好笑 而且其实漫画家本身 他也有在话说 他刚开始要做 就是他的编辑去找他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也很好笑 他那时候还在想说 怎么办 要用这些案件 然后来做一个搞笑的作品 这样子可以吗 然后于是他就很认真研究之后 然后就发现说 这部作品也死太多人了吧 真的 超级多 而且像《惊天一》他曾经就在那个 他的第一个案件就在那个歌剧院嘛 然后在那个歌剧院里面 惊天一就去了三次 然后到他就是惊天一37岁的那一部 那个现在正在连载中的那一部 37岁的惊天一 他又再去了一次 实在是去太多次了吧 他每次去就发生命案 真的是 真的是逃不出那个歌剧院 真的 那歌剧院到底什么时候要收起来 对啊 然后另外一个还蛮想提的是 就是他们后面的企划蛮有趣的是 这一部作品 你光是看他的作者 就会觉得很有趣 是说他的漫画家叫做传经生平 这部作品是从2017年 就是开始连载 目前在日本好像已经出到第十集了嘛 但是很可惜的是 台湾好像目前只出了 只出到了第二集 而且是2019年出到第二集的 到目前还没有 好像没有出第三集的打算 我们觉得非常的可惜 希望可以来推荐这部作品 那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 他的气 因为他本身是有漫画的原作 所以漫画家 他不仅在画这部作品的时候 他要先把分镜跟他要画的内容 跟他的编辑讨论 还要跟惊天一的责任编辑讨论 然后再给就是两位老师看过之后 获得准许才可以开始绘制原稿 天啊 层层审核啊 真的就是一个分镜 画完分镜稿之后给自己的编辑 自己的编辑看过之后 再给金田一的编辑 在金田一的编辑在看完之后 再拿去给金田一的原作 就是佐藤文也还有天树真玩 去看这部作品 对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 好像是他某一任的责任编辑 金田一的责任编辑 就是看的时候他就说 这个作品这样子好吗 结果事后就是开始出版之后 因为他很喜欢 他还到处帮忙推广 让传经老师压力非常大 对然后就是在别人的面前说 这部作品超好笑的哦 然后漫画家本身就说天哪 这样就是跟那种走脱口秀 或是就是走那种喜剧搞笑路线 那种演员 然后如果听到旁边有人说 这个演员这个脱口秀 讲脱口秀的人超好笑的哦 然后就压力很大 真的很好笑 所以我们就 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 其实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因为他虽然说 金田一的故事本身 其实是蛮沉重的 但是他有很多诡计 你就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会有一些疑点 然后他把所有的疑点都画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会整个笑爆这样 真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会提到一些 里面的案件和一些我们想吐槽的部分 所以如果建议的听友 就是请看完金田一之后 再看完这部作品之后 再来听我们后面的讨论 第一个 歌剧院那个 就是我那时候第一个看歌剧院 我就笑到爆炸 真的 包着绷带的人 怎么看 怎么可疑啊 对 然后我 犯人跟旅店老板 两双方的内心心理系都非常的重 对 他就包着绷带的时候 他就说 我知道我知道自己非常可疑 但是我还有希望 然后那个饭店的老板就看着他说 我一点也不想让这个人住进来 然后最后 对没错 最后 最后他就说 可是如果是说他只是戴着安全帽 或是戴着墨镜 我还可以叫他摘下来 可是 绷带是很微妙的 对就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叫他解开绷带 所以最后在他们两个人双方 莫名其妙的拉锯之下 最后凶手虽然是一个高中生 但是他最后还是住进了这间饭店 胜利 胜利 真的很好笑 他本身还有吐槽他自己 说什么 就是例如说他要离开那个饭店的时候 他要搭一个 他搭一个游艇 对 然后他就吐槽说 这个轨迹好花钱 好花钱啊 小匹匹太贵了 对一个橡皮艇要十万块 十万块这样子 就我觉得他在那个饭店房间里面 就是在写那个夜火的地狱的夜火 练习了很多次 那个真的也很好笑 就是说 惨了我写这样子不够可怕 好吧再写一次 然后当他一开始在破坏房间的时候 还一开始还有愧疚 破坏到最后觉得很爽 就是除了这些 他还有很多吐槽 例如说后面 我好像讲蜡象城杀人事件 蜡象馆的那一些 对蜡象城 我们先讲那个 先把第二篇 第二篇的重点很简单 就是真碧你到底有多讨人厌 因为在原本的故事中 真碧其实是在不动高中 而且他是写推理小说 但我记 我其实印象中 他好像是找有一个代笔 那总之就是他那时候 是蛮出名的一个推理小说作家 尤其又是高中生出道 结果没想到 就是有做出了他的海报 于是凶手就拿他来挡住墙上的 多年前埋的一个尸骨的一个裂缝 结果没想到他想说 那这个海报上去就没有人看到了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这个真碧 所以最后就很想把这个 把这个 撕下来 这个海报给撕下来 那边也非常的好笑 我们真的很希望 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讲一讲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讲出来的好笑程度 真的没有就是去看的程度高 因为真的太好笑了 尤其是那个 而且其实我觉得 学员七步四一杀人事件的那个老师 他也是蛮厉害的 他 好啦 他佩服他自己 我的那个瞬间也是都快笑死 他就说对 其实他 其实我还蛮适合当犯人 我怎么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想出这么厉害的招数 而且原来他讲的那个故事是猴蓝的 我还以为是真的 对没错 因为金田一本身的故事 会随着他那个沉重 还有很诡谴的气氛下 就是往前进 你就不会想到这么多值得吐槽的东西 可是当你在看到这部作品的时候 你真的会对于说 对耶 这件事我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说对耶 以一个高中生来说 要做到这件轨迹 还真的蛮辛苦的呢 就跨一个高中生的极限 因为在后面有一个 悲恋狐事件嘛 悲恋狐真的是有够夸张 我们等一下可以提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讲你 刚刚很想讲的 蜡象城杀人事件 蜡象城这也很好笑 就是 他为了 他为了复仇 于是他开始学做蜡象 好不容易做了一尊蜡象 然后就很开心说 耶我终于做完了一尊 然后就跪地 这样的蜡象 还要再做九尊啊 对就是 他很辛苦的 终于学会做一个等 就是可能花了几个月 终于做出了一个 等人大的蜡象 然后就发现说 好不容易做出来 发现为了要配合他的轨迹 他还得再做十个 对 然后他就想说 那不然先出去一下 出门回来 发现蜡象 金田一已经融化了 难道这是上天 希望我不要再继续 执行复仇计划吗 接着蜡象 金田一就说 不要放弃 我都看到自己 到我真的是快笑死了 不要放弃啊 香水刘小姐 然后最后就说 对我是为了要向他们复仇 我会努力 于是他终于做完了十个蜡象 就是我们恭喜他 而且他里面的凶手 会不断的吐槽自己说 就是天哪 我竟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天哪 我有这么高超的演技 当犯人太可惜了 什么的 读者会觉得说 当一个犯人真的好可惜啊 你是不是应该去 从事一点其他事情 我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了 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自己 竟然只在幕后做小道具 这样子 其实就像第一个歌剧院的游森 游森就说 因为他是负责大型道具的 然后他在当犯人的过程中 就是不断的跑来跑去 然后演技也是非常到位 然后他就瞬间觉得 其实他不应该做幕后 他应该是个蛮多元的演员啊 对啊 真的就佩服自己的演技 就会发现 这些凶手 他不仅有惊人的演技 也有惊人的体力 他里面还吐槽自己说 可以去演 可以去参加极限艇能王 就是一个日本的 极限艇能的一个综艺节目啦 就觉得说 嗯对 我们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种地步 对啊 然后回到那个 蜡象城杀人世界 那个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提 就是那个流汗流到变成炎 真的 我之前跟大川北在讨论的时候 大川北就说 这根本就是性骚扰吧 其实仔细想想 也真的是性骚扰吧 可是流汗流到变成炎 真的有够害羞的啦 真的 就是说 嗯 就是你曾经住过这里 然后你的汗成为了眼力 什么啊 你到底是流了多少的汗这样 对 你到底是流了多少的汗 这样子 就觉得说 天啊 怎么那么好笑 就算听有觉得 我们讲到这里 觉得好像说 好像听起来没有什么好笑 那是因为真的 这部作品实在太难用言语去表达 它有多么的好笑 我们甚至 不顾小伙伴是没有看过 金田一的人 他直接去看这部作品 他都觉得非常的有趣 而且非常的抒压 甚至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网友都说 他以为他这辈子不会再看金田一了 结果看完这部作品 这真的很想要再回去把金田一补完 真的是太 太好笑了 真的 我真的就是看一个 看一个他吐槽的案件 然后就回去再重看金田一的那个事件 但是明明都 真的很悲伤啊 我都看到眼泪都想掉下来 可是这个时候我当我就在想到犯人们之事件簿里面的剧情 又觉得扑翅一声笑出来 真的很过分 真的那个雪夜叉传说啊 里面就是有登场一个金田一重要的一个 又像是伙伴又像是敌人的一个就是警官 明智警官 对 然后结果明智警官 他在这一部 这一部犯人们之事件簿里面的这个角色 瞬间变成像丑角一样 我看那个他还在犯人的手掌心中旋转 跳舞我都快笑死了 真的 就是这一段真的要自己看才会知道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段很好笑 冰桥是他这里面的轨迹 也就是他在半夜中做出在悬崖 两边的悬崖上做出了一个冰桥 可以连接两边的悬崖 反正总之就是这里面的凶手吐槽说 他要在零下负20度的暴风雪中 然后视线不好 还要做出一个冰桥 要怀着恐惧做出冰桥之后 还要怀着恐惧开卡车经过他 结果没想到金田一就为了解谜 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 最后就做出了冰桥 坚持紧步 也冒着生命危险 把卡车开上了冰桥 于是很顺利的过去了 对谜题就解开了 对而且我觉得作者他在那个 因为每一个案件 其实他也分了 有的时候会分了好几话 然后他在话语话中间 就是会有一些空白页 然后他会利用那个空白页 也画一些小小的插图 我都快笑死了 就是未来的那个 已经就是升天的那个 那位叫什么名字 就是这个那个女生 他就是跟他说你在看你后面 你后面有金田一啊 危险啊 我都快笑死了 真的就是他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吐槽 太好笑了 我们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出来 所以说快去看 笑死了 真的就算如果你不介意剧透 然后听我们说到这里 一定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我们完全明白 所以请一定要去看这部作品 就算你再怎么不想看金田一 都要去看看这部作品 因为他太熟压了 真的 你可能看完金田一眼泪 眼泪整个大喷 然后再来看这部眼泪 突然之间继续喷 因为你就笑到哭了这样 对 就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着哭着我就笑了 真的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 蛮推荐的作品 那 你竟然不讲悲恋无传说 他实在太北齐的 对 悲恋无传说 有够夸张 对 有够夸张 我们就直接讲 被恋虎传说杀人世界 直到最后 那个 那个犯人呢 他就沉入了海湖里 然后我觉得这地方 作者设计也很好笑 因为前面都只是单纯的 访问那些犯人 然后这个就 不好意思 打让你下沉了 他说 嗯 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就问他说 你觉得你这次 就是犯 就是犯错的 那个关键是什么 他就说 临时问这个 我也答不出来 我根本不知道有访问 对 然后最后 最后他就说 那失败的原因 要回到相当根本的层面 就是他把姓名缩写 是SK的人 都要杀掉 本来就很勉强 因为这故事 其实是来自于说 这个凶手 他刚开始 就算是一些 他家里面的仇恨的关系 所以他怀疑 有姓名缩写 是SK的 害死他 害死他们家的人 最后 他就 于是要把 那个时候 缩写是SK的人 全杀掉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在后面 吐槽这个动 就是漫画家 就吐槽这个动机 说 啊 杀害不相干的人 果然不应该啊 杀人必须 要有大一才行 然后呢 然后作者 在后面 用旁白吐槽说 呃 现在才说这个啊 哈哈哈哈 真的 我真的觉得 全杀实在是 非常的可怕 也令人毛骨悚了 这位高中生同学 你也太 太夸张了吧 而且 不对 好像是美雪的 表哥吧 说写 名字说写 是SK 然后他不来参加 这个活动 但是他被电话 骗出来 听起来超级 像诈骗电话 那个 真的就是 太好笑 他说 哦 我这样子骗他出来 可是这听起来 真的好像诈骗电话 然后对方就出来了 对 然后就被杀掉了 这一个凶手 也是我们觉得 就是所谓超越 人类极限的一个 因为他为了要报仇 身为一个高中生 他做了什么 他去参加了 就是 播音学校 而且还是全国最难的 对 然后如何 就只为了 在他的轨迹里面 要播一个 非常像正式新闻的广播 对 然后重点是 那广播还被一个记者 很快的就 就是他修复了那个 录音机 哦 对啊 录音机 他修好之后 就接收得到新的广播 他就知道 他的那个是假的 天哪 他浪费那么多时间 为了要远端 可以炸掉 唯一 对外道路 对 对外面连接的那座 那座桥 他还去学如何远端 就如何制作远端的炸弹 好强啊 就是完全超越了 高中生的极限 真的 没错 就是我们其实在看 金田一收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那 但是在这里面就完全把它发挥到极致 然后来做吐槽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推荐这部作品 如果有耐心听到这里 还是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的听友 绝对要去看看这部作品 也希望尽快把它买下来 我们就可以看继续后面中文代理的第三集 以后的故事 真的十分的令人期待 那总之我们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好像没有谈到什么剧情的 第一集推理 推理系列的第一集 就讨论到这里 那啪啪啪还有什么 想跟大家说的吗 赶快去看吧 真的会让你笑到不行 真的超级疏压 非常疏压 不要把它当做推理作品看 但是当做推理作品 今天以少年之事件部的外传来看 真的是非常好笑 非常疏压 这样 总之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 都欢迎跟我们 都跟我们分享 如果你看这部作品 笑到掉泪的话 也记得跟我们联络 我们一定会成为你最好的伙伴 因为我们就一起笑 真的 对好 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告一段落啦 就这样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